因为受伤了 好他今天注射消炎药剂 从哪里注射呢 左上臂注射哪里 注射到你的左上臂的静脉 打之后呢 静脉要回到你的小那个脚上面 会经过哪些构造 好我们来念一遍 左上臂 接下来呢就会到 上腔静脉 上腔静 然后就会到心脏 拿到心脏之后呢 就会有肺动脉在哪里 就当肺循环去了 肺循环呢就会就 肺循环啊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吧 好 肺呢就会有肺静脉 回到你的心脏 然后再由主动脉 打出去再到你的脚踝的动脉血 就到脚踝去了 好了 所以这样的路径当中 你会发现会经过谁 会经过A 经过B 没有吧 没有啦 所以答案就是C租1 没有经过 肺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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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次 你会怎样 不会啊 你的动脉出去之后 倒肝脏去倒肝脏 倒脚踝去脚踝 是分支的 也就是心脏出来之后 它会分支成不同的路径 去不同的器官 然后这些 比如说器官EA 器官B 器官C 器官猪 器官E 好 然后这些在各自 怎么一回事 在各自跑回来 人呢 一起提 我们都不见了 好可疑 好了 所以就是 大概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它是 我们叫什么 叫做 病联的方式 心脏离开之后呢 是由病联的方式 到了各个器官去 到A 到B 到C好了 然后C ABC 各自再回到心脏 对 那ABC 就是所谓的 病联 所以到肝脏的血区 到肝脏 到脚踝的血区 到脚踝 只是到肠子跟肝脏 到肠子跟肝脏 就同一个路径 先到肠 就会汇入肝 那是透过肝门经 以上这是第十七题 所以答案是 A B没有 要经过 其他没有经过